纸本主题,王一博格文转你外套再次戴飞香奈儿,超高格调穿出来自己的风格 不得不说,这是香奈儿高级酒会,必然会是各种新款时尚方向标的指南针 王一博的出现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香奈儿与王一博的合作,彼此成就 小香风在王一博身上的呈现,绝对是精彩绝能的一场体验 女专大佬的称呼,得来已久 毕竟王一博穿出香奈儿的精髓所在 完美的身材比例,衬托香奈儿独有的归气与灵气所在 成为失守过的王一博,淋漓尽致的将香奈儿成功带飞 出彩的是人穿衣服的气场,出圈是王一博的驾驭能力 成功演绎了什么是人穿衣服的境界 时尚界为何如此宗爱王一博,个性化的格调让他在此一举成名 这次出席香奈儿的活动,王一博身上的这件软粒外套,着实看脸十足 不同于以往,王一博这次短发形象亮相 没有了长发给人的精致与多面性,短发整个人的气场呈现出了阳干滋气 再配合这件鞋温软粒外套,特别是肩膀的独特设计 让肩胖的王一博衬托得恰到好处 俊男不羁,王位优雅,回溯经典传奇,感受自争格调 这次有意思的是,在特别有格调气息的场合中 王一博的短发形象真是让人不经意想多看几眼 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惊叹,以前看王一博穿香奈儿,确实是自带韵味 这次短发形象却别有一番智慧在心头 短发的形象看起来非常阳干硬寒 但是却被王一博这个颜值给完美的融合掉了 看起来综合了不少的过硬气场 反而增加了一番自己的特色在 整件衣服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一种高级感的雅贵气场 果然是看把控了香奈儿的男人 不管你有多女性化的衣服,他总会穿得恰到好处 让衣服完美的失拍到了人的身上 这就是王一博独特气质跟身材比例的优势所在 如今终于可以开心的说 get到了王一博的颜值的高级感所在 王一博的颜值,个性中的容貌冲突感 让阳刚之气在眼神的配合下削弱 在阴柔之中不良理良气 中性风格掌握住了时尚的脉搏 这种颜值自然在时尚界大受追捧 它能轻松驾驭各种专容 也能完美融合各种服饰 真正实现了人穿衣服的个性风格与特色 这就是为何香奈儿等高色品牌都喜欢王一博的原因所在吧 结尾处必须说一下 王一博的转型速度让人一时之间赶不上脚步 不愧是开大摩托的,速度确实太快 也请各位小伙伴们紧随王一博的脚步 虽然他在飞速进步 但是摩托们不要懈怠哦 好了,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